哈喽,我是Eko 我相信多数的马来西亚人家中都有神台 你是不是也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搬家了 我的神台要摆在哪里 会不会跟我的性价很不match 其实神台也跟着时代进化了 变成modern又时尚的设计 接下来我就要说大家几个神台个案 你家中的神台 是不是传统红色的 给你看现代的中国风神台 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不同呢 虽然也是红色 但是神台的feature wall 却是特别的大理石设计 还有LED灯光配合 一点都不老土 传统华人都是喜欢把神台对准家门口 可是偏偏现代人喜欢在门口摆放鞋柜 所以设计师就把鞋柜和神台结合 让整个空间融合 刚才有说到 传统的神台都是用红色为主 但现在也很流行白色的神台 而且还有收纳柜 再配合LED的灯光 就让整个神台看起来更 modern 神台的风格可以和整体的空间设计一样 就好像一幅比较大的话和其他空间一样的纸上 因为现在的人理想中的神台 要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神台 所以神台也转型了 这个神台是一个展示柜 让屋主可以摆放自己的收藏品 又或者是这个设计 整幅墙都是圆木色 看起来就是一个收纳的小角落 和空间完美融合 接下来这个客厅的feature wall 选用大理石给了奢华的感觉 所以神台的选择也和TV cabinet一样 用黑色大理石桌面 搭配木色的橱柜 和TV cabinet完全融为一 所以以上的神台 是不是进化的很 modern 以上的设计 都是由马来西亚的ID所设计的 它们不但看起来很 modern 也保留了神台的功能 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的idea 请浏览以下的网址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神台设计也不错的话 请在我的留言区留言 拍拍你的神台给我看看 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赞我的Facebook 请赞我的Facebook 和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EcoIn 我们下个影片见